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从目前来看沙特这边可以说是非常信心满满 此前他们媒体呢把这场比赛比喻为最强球队和最弱球队的一个对战 而且他们还表示说沙特要以最快的速度去打败中国队争取全取三分 最快的速度出现 所以就像我们看来的话 那么沙特这边可以说是信心满满 而且就在最近沙特足球这边呢还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就是啊面对沙特本地的观众呢 全面开放足球场的一个啊这个进场观赛 而且目前他们的门票折合人民币呢只有三十多块钱 所以加了一个超廉价的门票呢 也让沙特这边的群众观众啊全部涌进去 所以目前他们几万的门票已经全部收信 到时候可以预见的是呢其实到时候沙特呢整个体育场所有的位置都会坐满本地的观众 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似乎呢对国足非常的不利 因为呢在他们的主场而且呢还坐满了他们本地的观众 所以其实啊如果说到时候整个啊现场一呐喊对中国队来说 可能士气呢会受到一个挺大的一个打击 不过从目前来看呢根据李铁最新的采访当中提到呢 其实沙特这样的一个操作呢反倒是弄巧成拙帮了中国队一把 李铁提到说那么目前之前啊中国队呢一直在不管是在其他的一个客场或者中场比赛 其实呢都没有一个很多的观众进行 其实对中国队来说呢其实我们的情绪也会受到一个影响不能够嗨起来 但现在沙特呢有这么多观众进场的话 其实除了他们主场优势之外对我们来说对我们其他球员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能够呢更大更大的去激起我们的斗志去进行一个比赛 所以呢从这一点当中可以看得出来沙特竹鞋这番操作呢反倒是给李铁送了一个意外之情 对我们整体的裹脚而言呢也能够起到一个刺激的作用 所以实际上对吴磊他们来说那么可能这场比赛呢 说不定还真的能够出奇制胜给我们带来惊喜到时候呢战胜沙特全取三分 所以呢接下来这场比赛对李铁对国脚而言呢 真的非常希望他们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惊喜 毕竟呢以我们的实力虽然说和对方有差距 但是也并非那差距很大 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做好一个战术部署的话 那么说不定还真的能够战胜对手 如此一来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出现之路会走得更加的顺畅 所以这场比赛非常关键 希望能够看到他们能够拿下对手全取三分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疗球拜拜